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日前骑机车到北投传统市场买肉,机车随意停在鸡肉汤前,不料却意外烫上路人小腿,市邻地院原一过失伤害罪判陈拘役20日,后来检察官认为一审判太轻而上诉,高等法院加重改判拘役40日,得一颗罚金。 陈男则质疑,对方开口索赔20万元,向诈骗集团根据联合报报道,陈男向法院抗辩,称当时机车已稀括,且时间接近中午,市场没什么人,认为是对方走路不小心才被排气管烫到,强调自己无过失也没违规。 他也质疑,告诉人连膝盖都有受伤,难道是跪在我排气管上? 被害人则澄清,自己受伤的部位不是膝盖,反控陈胡扯,市邻地院认定,陈男在市场内任意停车,让机车排气管烫伤人的行为构成过失伤害罪,判他拘役20日。 被害人认为判太清请求检察官上诉,高等法院法官检视照片后确认,被害人又小腿的确可能被机车排气管烫伤。 高等法院判决指出,陈男乌只被害人向诈骗集团,态度恶劣,加重改判居逆40日,得一颗罚金。 另外根据排气管隔热规定,依法机车排气管需有隔热防护装置,设备不全可罚900至1800元。